大家好,我是袁绍 今天给各位讲讲我的大将严良 严良,我不知道他的字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在哪儿出生的 在公元200年的时候,我和曹操在关度大战 我派严良去进攻曹操的前上,白马 当时,居兽劝我严良性格极躁 虽然十分的勇猛,但不能单独当主帅 可是,我不听 曹操就派张良和关羽为先锋来迎击 关羽看见了严良的灰盖后 骑马冲过来刺严良于万军之中 砍下了他的脑袋后,反胃 大家好,我是曹操 在斩破严良解了白马之位之后 袁绍金字率军渡河 派文丑来进攻我 等一下,我好像看见了刘备 快,进攻,砍了刘备 关羽就是我的了 就这样,文丑死了 而刘备跑了 这就是严良和文丑,不要再问了